客家谚语应蕴藏许多生活智慧 在高雄市客家学院有一堂客家谚语生趣化的课程 老师运用客家谚语提醒学员如何饮食 以及生活作息上该注意的地方 吸引不少年轻人前来参与 课堂中老师一字一句的教学员念客家谚语 也解释谚语里蕴含的意义 像是劝人不要熬夜 或从24节气中预知天气变化 学员们都觉得很受用 很多时候可能会因为想要做一些事情 然后就作息不正常 但是这句话就跟我们说 如果没有好好的睡眠的话 可能之后做很多事情都会做不好 可以透过那个文字的内容 然后可以了解到可能要下雨的征兆 还是什么打雷的征兆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以前祖先的一些智慧 另外客家人有许多独特的饮食习惯 艳雨中也提醒大家要多吃姜 可以健体养生 效果和昂贵的人生差不多 江和那个人生来讲 江是便宜对我们人生身体的帮助又有非常的好处 因为江是能够发热嘛 吃到身体里面可以使自己身体有发热 早上吃的话 你一天就不会有那种寒冷的感觉 客家艳雨虽然是老祖宗的生活智慧 但运用在现代还是很合时宜 老师也建议年轻人可以从英语中一边学客语 一边长知识一举两得 因为我未来是想要走教职 那我觉得可能在教职路上会遇到不同族群的学生 所以多一个语言 其实可以多跟学生或家长沟通 所以就想要来学客家文化 就是希望说可以透过学习这个课程 然后来学一下我们客家有很多很好的文化 还有一些谚语的部分 就是想要好好的把它学下来 未来也可以传承下去 客家话有意义 而且最主要是含有押韵 它每句的后面都有一个押韵 让它又好记又好念 大家无形中记起来就好记 短短几个字的谚语 就能够点出许多日常生活中忽略或没有特别注意的事物 再学习用客语发音 将客家老祖宗的智慧延续下去 传承客家文化 记者金献中 赖昌邦 高雄报道